根据前三班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 那苏宁这边第三楼呢 上一场是搬掉了建模 依然还是搬掉建模 那么两边其他进入决胜局之后的前三班都没发生变化 那一楼开始抢你的英雄了 这边就是换思路了 对吧 上一把虽然那个飞机崩了 但是打到中国机作用还是很大 这边还是选择先讲 但是苏宁这边应对打飞机是有一手的 他们这个塞拉斯打飞机 现在真的是一把好手 对 就属于对线上面稳稳的六四开的英雄的一个客制 再加上他在中期如果能拿到对方一些比较好到 其实他改变战举能力是很强的 没错 这边安卓选到了之后也是直接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很开心 但是OMB这边的话 其实他们摆出了一个思路 就是我们最近会在很多偏运营的队伍里面看到的一些 就得依次版本强势阵容就飞机架一贼 对吧 双POP体系 中期也能打后期也能打 第三手都会选一手塔姆 但这把OMG是想要在中后期的一个团战方面 有更多的一个保障 是选择拿到一个布隆 但是布隆和伊泽瑞尔 其实下路的兑现能力也是 就是不太出众吧 这把下路兑现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看能不能扛住压 就别像上一把一样给到对面太多的一个破绽 出现了这边三楼 苏宁是直接锁下了一个强势对线的辅助太太 第二轮的一个班人 那这边要搬打野了呀 九筒肯定是不能给了 鳄鱼选择先把 上一把一个前面打出来比较大的优势的鳄鱼给锁掉 那这边的话要不要去在AD点上考虑到一些英雄呢 西威尔应该要搬一手吧 不过这边其实苏宁能够配合的英雄还比较多 就卡莎 我觉得卡莎 卡利斯塔西威尔等等 其实都是蛮好搭配整个阵型的 就你比较 只要你开起来 我直接能跟 西威尔又有一个加速 最后一手看一下苏宁要搬什么 主要是比较契合他们这个阵容吧 看一下九筒会不会搬 因为九筒这个阵容 其实搭配OMG整体一个体系 效果还是不错 选择是搬掉了杰斯 打野就全open给你了 最后还是再三考虑把西威尔给搬了 那这边斯马尔贼想直接锁下一个卢仙吗 锁了 卢仙加泰坦的下路搭到 现在这个理论上还是能摇的 但是大概率这把卢仙还是跟泰坦做一个下路 OMG四五手 怎么应对 这边还在犹豫啊 其实能够选择英雄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现在APAD输出都有 其实上路的一个英雄选择就比较丰富 最后是选了一手卡密尔 看最后一手打野 其实九筒还在外面 他们这个阵容是缺一个先手 就开散能力还不是特别强 现在如果是想中期打团有更多保障的话 其实九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哇 这把富贵显中球了呀 直接要选择一个 再也需要强势拿优势的一个打野了 但是这把其实一个赵信选出来啊 前期三条路都不太好跟他配合 招信也不属于那种 先手能力肯定是不如九筒的 对吧 他的反手又是属于有一个大招 但之前威力用过的一些像反手的英雄 像波比这种都登过场 但这场的话他可能不想用 所以他就觉得我一定要野区也有一定的战斗力 那苏宁最后一手布洛卡丽 但是这一把 其实这边OMG下半部分是比较强势的 最后一手苏宁是补离手阿海利上单 阿海利也是在之前比较当中 一直被安掉的一个英雄 整体一个 其实苏宁这边整体一个曲线 也是一个比较偏前期的曲线 就是这个阵容前期三条路 应该都会打得比较凶 OMG这边初期 虽然可能对线占不到太大的便宜 但是他们是一个蓝色方嘛 就前面他会不会考虑两级 直接搞一波事情 就布隆包括EZ一级还是比较给力 或者在中路塞拉斯疯狂压线的时候 可能能够找到一波机会 对吧 但总的来说 两边阵容选下来 确实要比之前两把的思路都比 都更清晰一些 对 这把应该 就起码苏宁这边是想把节奏打快的 他们这个阵容后期能力确实是不强 很明显想要打个快攻 而在OMG这边的话就换了一个想法 我可以给你打打运营 然后拼后期我双C的一些输出 OMG这个阵容就是拖中期嘛 等到EZ和飞机 两件套三件套成型了之后 然后利用自己一个手上的优势 再去给你打 看主要节奏还是在照信身上 这一盘 这个照信 能不能帮OMG这个阵容 成功过渡到中期的一个发力期 是他们比较关键的一环 而且我觉得这把依然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在单代线上的英雄是否发育的好 比如说Kurs或者Angel 这把Kurs如果依然能发育起来 就跟上一把情况会有一些不一样 上一把鳄鱼 首先鳄鱼这个英雄 他的单代能力就没有那么的强 然后其次是有一个塔姆 对他限制也比较大 但这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期待双方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一个决胜局 两边都是一个3TP 秦刚颖这边带的是一个不灭 加油 加油 全军出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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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所有到场的一个粉丝 这边Wire的6是选择出门带了一个扫描 那这把其实应该是对下路有一些想法的 他们看能不能把这个蓝色方前面两棋 抓下的一个优势给运用起来 然后上路这边安卓是选择带了一个会形的 是想对线去做一些压制的 会形阿卡利前面对线还是比较强势 看一下赵信这把的一个动向吧 但是苏宁这边也是有所侦测 直接是把眼位给给了 直接勾了一套 但反正也打出了个不龙的被动 但毕竟自己带的是一个余阵还是比较肉的 好 这边选择先去刷一下自己的石头刃 皇子直接速双buff开局 前期的一个对线的话 其实飞机初期推线上是能占到一些便宜的 但是这个塞拉斯等级起来之后 他的一个换血能力 所以是很容易把飞机的血线给压下来 上面还是拼的比较凶啊 现在一级这边安卓换血 好像没有换特别成功 卡尔斯先抢了一个二级 但是随后安卓也到二 但这边到二级后 感觉阿卡利会稍微好 所以又是一个勾子 勾到了 先抢了一个二级 这个位置小五位置很危险啊 直接点出一个强攻 哇 血量下的非常快 这边塞拉斯也是觉得 这波可能只是换血 所以没有直接挂点燃 对面也有一个治疗嘛 这波换上去之后就换一个治疗 但是对面这个血线下一波 可能这个点燃流着 能够直接将其秒杀 对 这波兵线马上压进来了 看打野的话 其实这波赵姓是在靠上半区的 而黄子寸门那个动向 也在往上半区走 那现在这一波上路也是有视野的呀 所以赵姓这波如果想抓上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的 这个炮车用Q步非常的小心 弯的六 第一波野区的一个入侵 但是这里威威已经给了一个眼 眼侦测到了 这几我怎么好像见过 对 哎 直接捅上来 不想让你打鸟 这里捅起来只有一个W 威威已经扛不住了 EQ先撤 只能走了呀这波 对 也去一打一上 赵姓确实是难逢敌手 总终换学 还是比较转 那这波逼退了之后 他会不会考虑去上路做一波干渴 但是这个兵线其实阿哈利血量也保持的比较好 没有太大的一个机会 两边下落交手完刚才这一波之后也是拉开了 可以看到布隆这边慢慢血量也是回了起来 威威三级想要来到下落吗 有想法 这边看这边 反正是把E给用了呀 一勾直接递出一个闪现价治疗 这边很交的很果断 反正被勾到可能就要死了 对 但是马哥这波卖的也是比较深啊 自己血量也是掉的比较厉害 这波干渴还是比较赚的 但是问题在于干完之后 这波线不是特别好处理 好在这边泰坦实际上是有一个小兵驱逐器 把这个大炮车给点掉 你怎么有什么蓝了 这边想硬推啊 但是OMG这边并不想轻易把这个线权给让出来 中路 Icon对线的压制还是做的不错呀 已经先把这边Meple给压回家了 这个确实有点没想到 科尔斯上路也是一个优势 哇 这把的OMG中上的一个对线优势打得非常不错 是 完全是靠选手自己把对线细节给拿稳了之后打出的优势 对 感觉今天苏宁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中上对线其实有一点被压制 对 就这三把看下来前面都有一点被压 OMG这个中上两枚选手的一个对线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直接阿卡丽西交的TP出来 请让你这波也选择了一个回程 第一条刷了一个火龙 那这个火龙其实苏宁要好好把握了 他们这个阵容前期是一定要尽量的拿到更多的一个资源 才能够后期有更大的把握赢下这一局 两边中单都交了一波TP之后 现在下路OMG是有一个推线权 哎 这边马哥一上来 但这个位置自己比较尴尬呀 我直接双上路很果断上来之后 自从被动直接秒掉 侧面支援过来的野斧直接被W2的6拦住 哇 这一波 是两边都互相的有想法呀 但是苏宁这边没有想清楚的就是谁是狼谁是羊 就马哥稍微卖的有点点深 他可能一直在拖时间等队友过来 对 上一波马哥就卖的比较深 但上一波是W2的6不在嘛 这一波卖的深 一是队友还没有过来 二是这边W2的6也已经是支援过来了 上路 这波推过来的线 阿卡丽现在吃的比较难受啊 哎 一个一上来 但是只是虚晃一枪 没有选择真上 青钢已经到6了 而且有一大波冰上路的对线确实也打的蛮难受的 但是这边正常发育应该还是问题之大 哎 一个一一中了这边 但是安德尔赶紧交出一个侠阵 忍着不要回到塔下 哎 不过这边侠阵交了之后 现在有点怕对面来月啊 因为上半部分的视野是不太好了 所以这波威威也是赶紧先把上半区的河道界给处理掉 一技能掉这是没有拉到的 中路直接贴着脸 男人之间的对决 哇 这波 两边对射 打得很凶 我6也是过来帮忙补一下线 哎 但是这边中路 爱康被打退的时候 外的这个位置非常干碍 好在这边小五及时支援 辅助也在 哎 但是这边 舍舌也是来了 一个一个突然去之后 没有特别多的一个伤害 对 下路这边也过来包夹 但讯号我们就肯定是知道的 有EC在线上看到你 往那香草这边走肯定要给队友打 信号 哎 但这个红巴夫不想给啊 这边漂亮 外的6一个惩戒 精准的把这个红巴夫惩下来 但是威威这个位置怎么办呀 这波没有上车 哦 还是能走 上路哎 带到一个 大招的机会 大上来之后 卡尔斯先一个一金拉回塔 回头一个大招之后 再交出一个Q 哇 这波 鬼术卡密尔 但是还是被把自己袖死了 是 说实话这波有点没看懂 哎 又想杀马哥 留谁呢 这波的话 马哥是交易了 但是Solar也是交出自己的Q技能走了 哦 这波打完之后 安卓是重新站起来了呀 前期虽然有些小被压制 但这波 抓了一个完美实际上来 一波精彩操作 是 等下半区的话 像赵晶晶开始先入动这条火龙了 这个火龙 苏宁应该是没办法来防守了 还想要 但是时间好像有点来不及了 这个惩戒能不能惩下来 听惩戒的时间到了 一个EK上海惩到了 但自己的血量非常不健康 一个精准弹幕 不过这边 威威已经先到 后续斯马老贼是没有闪现的 这个位置能不能走 一个滑步 但是艾康继续闪现 做一个追击 导弹上去之后一发普攻 伤害还差一点 舍舍在侧面做一个掩护 这一波苏宁打下来之后是 还是比较赚的 主要是因为 这个威威的惩戒 用得非常到位 把这条很关键的火龙给惩下来 是 这条龙打下来之后 虽然是自己的命交掉 但是AD这一波是并没有阵亡 索血回家了 马哥回家了之后 中辅 现在先来下路去补一下线 整体其实打下来 对于宗宁来说 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局面 这里第一时间 房子一Q过来一个成绩 虽然自己是倒了 但是把这个火龙逞下来是并不亏 而且后续拉扯也是做的不错 就这边八千过海 各显人通都没有死 闪现过来 给了一段布龙能够 W交位移的一个时间 这边顺便帮马哥挡下子弹 上路又想杀 这边是一个没闪的青钢影 挟震之后 两边打也都到了 那这边有点不敢上了 照性上来 两枪直接把这边微微给劝退 两边也是点到为止 刚才安久这边是没有大招的 但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 这个阿卡丽有大招 第一时间克斯血量有点低 其实真的不好说 这个就不二位二 主要是现在9.14完本 这个阿卡丽大招前面加了20秒CD 对于这个英雄来说 主要是比较伤的一个点 还是有影响的 但打一技能加 他这个魔伤 还在打上手两边都在卖 两边打也都在 这边一太大招 那这不阿卡丽也是把自己大招交出来 照性 红扫千钧直接把这边皇子 一个一个扫断 但是上路克斯已经先倒 后续还想打吗 一上去六级追着七级打 冰线出来了 这不不追了 最后两边是打成一波互换 这就那个点 主要还是现在的阿卡丽在线上一个对冰 9.14其实是有过加强的 所以 来下路一个大招过来之后 但是富龙在前面 想要留下EC 这个反手大招位置非常不错呀 手指这边扛不住了 开出一个苗表圣枪洗礼 是直接把这边小五的血量给压下来 侧面 Maple支援过来 有一个精准弹幕 看扫一下能不能扫到 比判一下位置扫到 这个表捏得非常死呀 针点完美时机 保了一面 不过身上还有一个闪现 这波是选择先用表表 那下路其实 OMG下路这把对线处理的不错呀 捕刀上是有一些压制的 主要在于前面司马尔贼 是给了一波机会 那波死亡对于卢仙 这个前进英雄来说 节奏还是影响比较大 打到现在苏宁要加快节奏了呀 因为这把其实进攻的压力 是在他们这边 而且他们这把的后期能力 真的是 就基本上 没有 30分钟以后的话 就完全没法打了 前面还是可以打 上路这波 这波其实就是两边 都想在上路动手 最后上单都是成为了牺牲品 塞拉斯主播又是把自己提交了 补出了一个火箭腰弹 看到 苏宁这边有人在打下过先锋 现在上路苏宁还安卓这边 两个人头拿在手里 是有一些优势 但这边 野斧 OMG已经支援过来了 这是一波4v4的战斗 看OMG这边选不选得接吧 因为视野都没有 感觉 因为斯马老杰这边还有TP 没错 这边 想了一下 还是选择把这个先锋给放了 因为这个时间点 其实OMG再拖一拖 等拖到AD 稍微装备起来一点 对于他们来说 就优势会非常大 这边野斧 转换了策略 直接来到了下路 想动斯马老杰 但斯马老杰身上有闪有夜啊 这个位置强行逼出斯马老杰的闪现 也是没有选择继续追 但阿哈利现在身上有TP啊 下路是磨了磨洞层 好在后面 没有一个招后演 要小心了 不过KARS也是有TP 两边现在局面还是比较 局面还是比较 扑朔迷离吧 现在中路混沿了 上来一个夜成功拉到 一套技能换血 但是没有换得特别赚 两发导弹都是被这边 Icon小佐伟给扭掉 微微有想法 有一个爆弹 但是这边河道草丛是有一些视野 想了想拐到中路去了 中路这波的话飞机血量是比较低 现在主要 EZ现在等级起来 就EZ加布隆 马上闪音就要转好了 而且他有个秒表 也都没什么机会 来 先锋直接给中路 13分钟这个先锋 时间卡得非常完美 是 直接放下来 加卡利也就往中路靠 几个人都想过来拿这个 但这个位置应该是拆不掉 可以吃一下这个塔前 撞上一头 两个人一起吃 还想过来保一手 但是整体一个节奏还是没有起来啊 现在 不过初期的一个地图资源掌握 苏妮是做的不错 霞虎 先锋和小龙都是拿到了手里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这样的一个优势还是不够 下路是被压刀的一个情况 在加上中路其实前期 两个人对线并没有打出优势的话 其实黄子 你看他来中路的机会是很少的 下路升降洗礼 但这边卡也不削 一汗来一套换血 两边是打了一个有来有回 与此同时的黄子也是直接配合 加的东单把蜂龙给收了下来 看下一条龙又是一条蜂龙 现在两边打野都是 频繁出动啊 都一直在想帮线上 但是都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但现在欧米G就属于下路 打的底气很足 因为下路他这个对线组合 整体起来之后 其实这边EZ和泰坦是 有点打不过 卡牙手兵 这一钩勾到了 但是勾到的是一个布隆 一再上来之后是 两个人都吃到了这边泰坦大招 回头闪现躲一手 但是黄子也是被逼出了一个闪 哇 这个 这波感觉 两个人一起上去吃大招 情统手足 感情好好吧 打的有点稍微装 但这边一个小小包飞机 位置拉的还不错 第一时间手势血量非常的危险 闪一过去之后是碰上一个罩剑 同时TP下来这个位置很尴尬 横早前去扫到之后 叠住四层被动 晕住 那后续位置大段二段 位移 但是还是被最后一下 EZ的瑞尔的普攻给收走 这个人头 四包直接收下了下路双人线之后 反身阿卡利的一个TP 也是没办法 这波真的是越帮越忙呀 二缸一的阿卡利TP下来 落地成河 没办法躲不掉 队友都不在了 第一时间呢 这个塔也是直接被推了 中路 Meple只能去稍微耗一下防御塔 血量 但这边TP已经焦了呀 Meple意义技能也用了 闪现过强 但这边 一个战术横道 扫到了之后 都支援过来 不过这个位置 凑了一个造型大招呀 用得非常舒服 回应到位移 那卡尔斯这边 直接踢进塔里 被太太一攻了 我的天 这波到塔里有点装 卡尔斯有点想上锁 在大招里面有个精神 还有一个中亚 小五过来 给一个掩护 或许的话 布隆这被动 能不能点出来呢 差两下 但是 我太敢追了 几个人状态都不是很好 就打到现在这个局面 OMG的一个优势 已经比较大了呀 虽然落后一条火龙 但他们这个阵容 至少价值两条火龙 关键人现在 就是往后面拖的点位 发育都非常的舒服 是 这把两个双C的一个发育 都是非常完美 这波 卡尔斯还是有一些 小上头了 感觉他要 现在要冷静一下了 他这把 只要是 没有继续持续的 做一个阵王的话 对于OMG来说 还是有比较大把握 能拿下这一局 但他如果继续死的话 那就不好说了 来了 来了 下路的那一波 飞机的视角 冲过来 吓了我一跳 Maple好尴尬呀 这边是 Android好尴尬 踢下来之后 四个蒙面大汉 五个人 我有点 当场劳力 这就是 第一时间对于下路战斗力 拖延这个时间 判断出现了失误 没办法 这边 苏宁确实下路双C倒得太快了 在对面这样一个火力 完全撑不住 现在这个中路防御塔呀 苏宁防守的也是 比较辛苦 就不太敢出来了 两个人只能在塔下吃对面送过来的一个兵线 那现在下一条 好在是刷了一条封龙 给了这边苏宁一口喘息的机会 苏宁现在就是要抓OMG这边的一些失误了 皇子又是来到下路 想抓这边一个没闪的Kars 但这两个人伤害会不会不够呀 这把又是一个肉装的皇子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一个输出 主要是Kars的 主要是Maple的装备也不是特别好 只能说这个塞拉斯到现在 他可能一套不会打 来了一波中野联动 现在是偷了一个卡面尔的大招 布隆在这边还在掩护 但这个位置走不掉了呀 一个中野先规避一段伤害 反手Ward6还在卖 但是已经撑不住了 小五挺身而出 卫一段可以成功撤队 最后是牺牲Ward6的情况下 保全掉了下路双人组 两个人疯狂后车 就吃太大这个大招 这个大招 只大到EZ然后疯狂 就直接溢到布隆后面 但我想起之前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布隆加EZ就两个人撕血 疯狂交产线 对就是女警 躲女警大招 太逗了 现在这个局面 其实苏宁这两波抓到对面失误 还是抓的比较关键的呀 上路安卓也是成功 有一个时间能够把这个上路一台给带掉 但是于此同时OMG选择中路反推一波 布隆举个盾牌顶在前面 但是防御塔的血量已经撑不住了 没有点 小兵已经被这边苏妮全部听掉了 一个静止弹幕是挂到一个从家里出来的马哥 是 这段时间的话小龙也快要刷了 又是一条风龙 这个眼上回程 上这个位置 有人来了 阿哈利大招直接上来 能不能杀这个位置 布隆被动 直接被晕住了 不敢继续上了第二段大刀 选择做一个撤退 现在伊德瑞尔这个装备有点恐怖呀 马上三件套了 19分钟这样一个装备 其实这个输出打在苏妮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很痛 这波打退了对面的进攻节奏之后 推掉了对面中路的一个一塔 同时还有机会来吃一下这个风龙 我这把OMG现在机会很大呀 对而且关键是双C发育到后面是更强的 对吧 伊德瑞尔是拿到他自己无论之后会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 他的Poke估计苏妮这边是完全吃不消的 嗯 现在双C的一个发育都是比较完美 伊德瑞尔马上三件装备 然后中路飞机也是应该身上是有比较多的钱吧 马上两件套了估计 而且关键是现在马上大龙要刷了 说你能不能给到这个大龙一定的压力呢 这边挖矿刀 还有一刀马上把这个矿给挖出来 正面过来配合伊德瑞尔先把兵线清掉 萨拉斯这段显示的上半区 现在对于OMG来说就是稳扎稳打着来嘛 就中路视野抢了之后给上路压力吧 先把上路的一个外塔给拆掉 然后持续对上半区野区视野上面做一些压力之后 在大龙对吧 下一下棋 这把还是比较好去运营的一个游戏 就这把其实苏宁 他开团能力是比较强的 但是相对来说他开团的风险会很大 就他这个开团基本上就是不成功变成人 下路 卡尔斯在前面死了两次之后 现在打得很小心啊 不想再给到对面一些机会 带完线进来就走了 回到中路这个半区 就看到地图上面 OMG在大龙区做的事也是非常充足的 上路这边 飞机开始持续的做一个带线 同时中路上一个线权是 OMG这边有优势 微微在野区遇到了一个OMG的野斧 但是两边都不太敢动手 看到布隆的第一时间 感觉就不太有时意不想开了 但其实现在苏宁真的要给大龙取一点压力 找找机会啊 苏宁现在需要一波爆炸的团战 然后可以让他们拿下这个大龙 就这个是他们获胜的 感觉唯一的办法吧 因为你只是单抓这边OMG一个人的话 对整个局面影响不是特别大 而且你必须得抓死 OMG这边的核心两个双C 就这把飞机和伊泽瑞尔 是OMG最核心的两个点 就是这两个人缺一不可 上路想打这边 Maple第一道伤害输出还不错 但是看到侧面支援过来一个 KARS是选择直接用一技能拉开 下路趁机又是给到了 这边安卓尔一个带塔的机会 应该是可以成功把这个下路伊塔给带掉 白套 这边是黄子吃了一套一些伤害 还是可以撑得住的 下路这边已经推了 OMG开始给野区视野的一个压力 但是由于上路这边伊塔还没有推掉啊 其实这个野区视野争夺的话 不是特别的有利 想来推 但是碰到一个萨拉斯 两个人锤了一套开大招 等队友过来 这边一个大招 但是没有大盗啊 这边KARS是先倒 但是野区是逮到了一个迷路的蛇蛇 蛇蛇死亡之后 这边安卓交了一个TP 但是TP的这个位置 看一下怎么说伊特瑞尔一过墙 但是大龙对着这边 伊特瑞尔疯狂的输出 安卓起来之后 继续选择打TP过来的一个Icon Icon位置非常不好 先交一个闪现 后排 这边威威好像已经无人能挡了呀 只剩下一个小五 小五应该还在拖时间 这边就拖了这个黄子 回身在走位 人头是给到了Maple 这波其实撤退的时候 OMG感觉没有规划好呀 这伊特瑞尔往龙坑里面溢 这大龙有点不乐意了 主要还是这波在上路 两个人带线带的太着急了 嗯 就特别想可能 想要把这个伊塔拿下来 这波感觉还是 KARS 有点急了 第一时间上去 对Maple有想法 但是队友这个应用也不太好配合 而且过来的时候 不容易一个杂招也是没有命中 那主要是这个时候 看到地图上面 其他队员在野区是被拦截到 在处理这个泰坦 但其实打到这个局面 对于OMG 然后还可以接受 就接下来这三个人 其实直接往下拉的话 感觉还是有机会能撤的 就伊特瑞尔一个亿成功脱离了两名队友的一个保护 然后还被大龙疯狂输出 小六应该想去接一下这个布龙 所以又回头了 这边是抓到了一个卢西安 但卢西安死前反手一套输出也是非常给力 成功换掉了这边的赵信 最后剩下一个野辅之间的一个博弈 还是打不过 人头很细节 最后选择让给了Mabel 但这边复活了之后 OMG决定放手一搏 直接开始抓石龙 又要凭惩戒了吗 这个位置OMG应该是没选择撤队了 薇薇直接散烟下来 能不能抢到 没有抢到 这个龙先被收下来之后 小五一个大招 位置非常不错 留住了这边 苏宁两人 卡面一上来之后 一个大招怎么说 框到这边Maple 但Maple身上有一个秒表 这边挺伤害出的小五十先倒 后续OMG也不太敢追击了 选择拉开 拉开了 这不是可以撤队回家的 但是这个中路塔怎么说 一个精准弹幕扫了一下 又一个TP 要TP过来手吗 但这个塔的血量主要是可贴 但这个TP下来 自己位置很尴尬 TP下来直接是先倒 我这一波克尔斯 哎呦 这一把克尔斯出大问题了 有点着急 这把真的是 就感觉要调整一下了 现在最重要是一个心态 就这把其实混一混 队友能C 但是你要再这么想站出来的话 年轻人不想混你知道吗 对 就其实挺能理解的 年轻人很想创造出一定的优势 对 但有时候嘛 可以理解 就是局势是不允许 就资源有限的 这把其实更多资源 还给到一个中下 就你上路就不要太着急了 尤其是单带点上 如果能把这个大龙buff守住 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这一波就是OMG真的是 放手一波博到了 这个大龙如果被抢到的话 感觉还是有点难受 那好在这边小五 这边小六 成绩还是比较稳 克尔斯这波是残血 直接回家了 然后都踢出来的 对 这边克尔斯 其实第一时间 框的队友有点跟不上 是相当于说 把小五给框死了 然后后面自己也是 踢皮下来 然后自己也死了 我们看到这波OMG的大龙buff 怎么是做推进 大龙还剩下一层半的一个时间 上路这边有个一塔 OMG这波拿了大龙之后 阵亡两人从中塔掉 没有特别转 现在同种起乎来到野球 但这个位置已经被包夹了 这波 舍舌一个大招 大起对面三人 但反手一个精准弹幕不笼 狙起对面扛在前面之后 吸收成分伤害 防止进场 大招直接扫到这边 小五是先倒 后续两边一波乱战 这波飞机跟一只 还要再往里面输出吗 一个导弹 但这波压起身 能不能压到舍舌很细节 先挡一下最后一发 致命的Q技能是没有Q中 但是侧面 一个KARS 已经是成功带掉了这边 马上要带掉这边 下路的一个二塔 只能去分带 想想OMG阵容 如果在正面想要推进的话 尤其上高 其实难度是很大的 那最后这波 是牺牲两人的情况下 换掉了下路的二塔 这个买卖 对于OMG来说还是不赚 就他们现在其实 要做好视野 正面Poke的话 这边想开的话 还是不好开 这波就是 视野上有一个漏洞 被苏宁逮到 第一时间是一个 打了一波 四打五的一个团战 因为KARS 刚才中路TP 也是用了嘛 这边其实苏宁 防守的意识 是非常强的 看到你在上面 需要带信 我就直接选择过来 跟你开 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点 这波即使是一个 四打五的团战 苏宁这边都打的 感觉有一些吃力了 现在大龙BUFF 还有一个小尾巴 还有20秒钟 能不能利用这个大龙BUFF 把这个中路二塔给拔掉 你觉得他 准备去点 但是 好像还是有点担心 侧面 苏宁这边如果强开的话 有点受不了 侧面微微还在给压力 下一条 风龙终于刷完了呀 刷了一条火龙 飞机直接补充上来 一个普攻 现在飞机这个装备 伤害是比较高了 马上做到一个无尽 E再E上来 只有一个Q 但这个位置 KARS也支援过来 桃里看到一个 埋伏的MAPLE 打招刮完 想要拿塔 这边苏宁也选择了后撤 这边小六 一马当先顶在前面 但是他们这个阵容 没有大了BUFF的情况下 推塔其实是一个 比较危险的事情 很容易给到这边 苏宁开团的一个机会 感觉还是得 稍微撤一撤 等到两分钟以后 大龙刷新 再来重新运营一波 现在对于OMG来说 其实不用太着急 苏宁这边就 得赶紧找一个机会 来开团了 推了中路塔之后 是选择转到了一个上路 这边 MAPLE一个人率先防守 但是 人员上转换 感觉有些慢呀 上路的二塔 是直接白给了 也是不可能过来再去包夹 那主播的话 OMG其实跳大龙 还算是赚了比较多的一个经济了 那现在OMG 回家补一波装备 重整旗鼓 虽然这个大龙MAP 收益是很低 也还行吧 就中路有一个二塔 上路 跟下路的二塔都推了 对了 三个塔 现在其实 这边苏宁只要不赚的话 就是再亏 因为随着一个 时间往后拉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的曲线 会越来越低 就 卢仙和蔡胆 这两个硬 后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发挥空间 而且装备上 虽然现在 马哥头上是有赏金 但是你可以看到 Etherail已经四件套了 马哥 先让三件还没有做出来 29分钟 马上到30分钟了 马上刷一条火龙 那现在看是 直接大龙 像上一波一样 来一波硬的 还是先来小龙吃一吃 这边其实苏宁想要大龙换小龙 也是比较难的 因为他们也没有土龙 打了最也不快 看我MG怎么运营这波吧 中路 也不藏了 马哥也是回家了之后 补出了无尽 身上装备三件套 输出能力还是有的 但是现在在团战里面 一个输出空间是比较差 必须得 如果苏宁想要把这部团开好的话 是必须得处理掉飞机或者EC其中的一个 对 哎 这边中路抢视野的时候 但是OMG这边完全不虚啊 EZ一个精准弹幕 从三个人面前刮过 但是龙坑里面两个人已经开始偷了 这波OMG又是选择硬来 但是还是要拼成剑吗 想再来一波抢龙的决策 这个确实队友弟先是过不来的 考验威威的时候又到了 一个战术红草 已经扫到 最后是KARS收下了这个龙 但是场面很混乱 这边IKON已经先倒了 后续这边EZR也是倒地啊 哇 这波鲁莽的决策是给了苏宁一波打团的机会啊 双人组虽然成功之下大龙 但是率先倒地 是想稍微断一下冰线 那这波火龙应该也是要掉 我这波OMG感觉真的是 就是太猛了 他们其实完全没必要这样玩的 这样玩的话是 等于说给到了苏宁一些机会吧 苏宁这波大龙丢了之后 但是反手把火龙吃了 而且还能掠夺一下 OMG这边野区的一些资源 完全不亏 现在有两条火龙的一个苏宁 而且在小龙上面 其实他们是拿了四条小龙的 就OMG这个阵容 其实打反手就可以了 第一时间把龙打下来之后 但这个位置 双C的一个输出位置实在是太差了 阿哈利直接从后面切入 第一时间太短大刀给到IKON了之后 是直接倒地 后续大招又弹起一个EZR EZR也是插翅难逃 是 刚好后排的一个位置就被找到了 EZ一个精准弹幕 但是没有扫到 中路 OMG现在身上还是有两个火种吧 还是能推 但是打完之后 现在拿大龙 经济还是没有拉开 一个3000万元的经济领先 但是这波苏宁身上现在是 有两条火龙和两条风龙 看一下这波 苏宁还能不能找到一个开弹的时机 靠一级跟飞机这边稍微Poke一下 Mepo这边回家 他过来把兵线给清了 拿了个布隆的大招 侧面一个炸荣包的一个飞机啊 不断的做一些消耗 这边又翼上来 炼到了一个飞机 在这边炸荣包直接交出来之后 是被布隆挂上了一个被动 这个时间Mepo的位置非常尴尬呀 在最后要点出来之前 是先亮了一个中压 赶紧拉走一个精神弹幕 又是刮了一段伤害 同时上路卡尔斯带了一大波兵线过来啊 MG直接五人转上 那这个上路防御塔 看能不能拆下来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有了 同时小六扛在前面 这边舍舍 走背出现了一个失误 刷牵倒地 安卓尔进场了之后 效果还不错 李子选量点低了 这边现场系列 直接收掉了李子的人头 后终往现场埃抗一个人 能走吗 这边巴尔基里府中 还是可以先走 但是四个队友是已经跑不掉了 又是在正面推进的过程当中 找到了一步机会 让苏宁把团战开起来 而且就开到了后盘 这把OMG真的是从头莽到尾啊 就是他把这个塔拆了 其实第一时间杀了人 可以稍微往后拉一拉 但是我也不拉 我就硬往里面顶 来中路青线之后 又逮到一个鸡尾黄紫 黄金胜头减速 但是这边 Icon是有个闪现 直接闪上过墙 别的个闪 脚闪不杀 但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其实说 包括刚才大龙的那一波 来看一下这波 这波其实地形拆了 可以走的 但是小六直接选择捅上去了 上了之后 后续的一个输出位置 也是比较不理想 从雪池满血出来的一个 Maple直接在后面 切死了对面两个人 其实我觉得OMG这个阵容 其实不太需要球墙开 他们等到对面 地形来开的时候 先处理掉 就是威胁后排的人 比如说Angel 对 他们其实是 对吧 比较偏 防守反击的一个阵容 就他们只要能保证 EZ和飞机在前面 做一个消耗的话 那苏宁这边 其实是很难处理 但很多时候 就是第一时间进场了之后 把这些保护技能都用了 导致后面 苏宁切进来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 人能够保护到这两个C位 现在EZ 哇 这个位置要脸上走 能不能要死呀 这边被逮到之后 一个基本上相当原地的 一个E技能 不过已经 五万紧要了 因为这个位置 已经跑不掉了 没事耶 脸太草丛 已经被抓到了 苏宁的机会来了呀 这波苏宁 还能不能利用 抓掉这个 EZ的时间点 拿到更多的一个资源 虽然没有龙 但上路这波兵线过来 直接开一个大招 春枪洗礼 皇子一颗过来 但小兵已经被清掉了 想硬顶着拆吗 OMG这边 由于少掉一个主力输出 EZ是完全不敢防守 中路一大波线也带过来 卡地这边还有一个女妖 盾动还没有破的一个情况下 靠着克尔这边消耗一套 这波苏宁肝想开呀 这也是一波四打五的一个团战 一个链子没有拉到 但上路高地已经要掉了 哇 这一波抓死了EZ之后 是直接拔掉了上路的高地 这个大节奏 EZ毕竟当时复活时间 是超过四十多秒的 我看 这波脸碳草丛 让OMG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呀 现在这个局面上 前面领先的经济 已经完全没有了 反而现在经济 被苏宁反超一千块 下路 克尔斯这一盘 终于是把自己三天套 给做出来了 但是他这把 想切人的话 还是比较难切的 第一时间 卢签这个英雄也比较灵活 而且现在马哥装备也很好 身上四天半 输出是比较爆炸 就外面是这边 如果团开起来 阵型还是要 看着点这个阿卡利 因为阿卡利 其实现在对后排威胁 真的蛮大 一定是补了一个大营魔刀 但飞机这边是并没有的 而且现在远古龙刷了 其实在战略上面来说的话 苏宁会更渴望 这条远古龙的一个属性 那这波团战感觉 OMG要好好处理 这边侧面 科尔斯直接被逮到一个大招 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原地开出一个秒表 就有支援过来 战场分割看一下 又这边开出一个金身 小五还一把档也顶在前面 但是大招结束之后 直接倒地 回头皇子一个大刀 框到这边的科尔斯 科尔斯立马叫出一个 闪现机的一个精准弹幕 没有刮到任何人 那在击杀了打野之后 苏宁应该是选择去 直接吃掉这条远古龙 远古龙打完 看一下 这个时候大龙也是有的 也上过冰线你进高 地上就要分着去守 主要OMG 现在苏宁要双龙会了呀 远古龙一吃 还可以转头去打一个大龙 复活时间25秒 还比较久 这一波 5266是没办法过来参战的 那OMG这个大龙 感觉又是要直接放掉 现在完全没有任何防守的能力啊 看选不选择出来赌一手 可以直接Rush了感觉 因为毕竟你没有打野 那没办法了 这个龙只能是拱手相让 双人组出来 想尝试一下 但是时间已经不太够了呀 走了 苏宁这边 都很灵活呀 全部都有位移 还有个盾 这波 打完之后 感觉OMG整体一个节奏 已经爆炸了呀 又是KARS啊 被这边逮到了 自己被自己的大招给框住 只能无奈叼出一个中亚 然后自然过来的队友 为了掩护他的撤退 是让小六阵亡了 打完之后 苏宁最强一波 现在双龙会 而且还是有两条火龙 现在已经火力全开了呀 马哥已经神装 沐浴着黄金龙雪 这波的推进 OMG能不能挡住 四一分推 下到这边的话 阿卡丽在带兵线 正面的野区 也是皇子这边 配额塞拉斯过来看着 这波团OMG感觉不太好接呀 这个双龙会接起来 应该是打不太过 有点吃不消的 毕竟四条小龙 但是现在边带的阿卡丽 有点无敌了呀 这个双龙会的阿卡丽 发育也非常不错 感觉现在一打一 旁边已经完全打不过了 直接选择在正面和队友 去守塔 但是你在正面 其实意欲是更小 中路的防御塔 已经是被消耗了 一半的血量 下路一波线过来 卡尔西这边 感觉好像完全守不住啊 大炮车 对着防御塔疯狂输出 苏宁可以再等一下 因为上路地线 也马上就要进来了 那中路还有一波机会 再可以去压 但现在这边 苏宁守卫炮车呀 上路的一个 呃 阴线过来之后 中路的水晶 也是没办法防守 下路的防御塔 急急可为 两个大炮车疯狂输出 三路 退退棒 直接把这边OMG的人 全部压退 那这一波 苏宁甚至有机会一波呀 虽然这个远古龙 十秒钟马上消失了 但是中路和下路 兵线非常多 OMG要开了呀 再不开 这边门牙都要掉了 还是选择 先把兵线给轻掉 路先一个大招 扫过来布隆主盾 远古龙buff 已经消失了 这边高地战胜OMG 能不能创造一些奇迹 最后一个门牙 OMG要死死守住 这场比赛 确实不过运营了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哇 这个龙 给了小龙 一个勾 勾中了布隆 那这个位置 布隆直接先倒 后续一个队友 感觉也是没办法 后续也要死了 朱博后续 风格架被打出来 但是基地已经倒下 我们恭喜苏宁 这边也是 恭喜苏宁吧 在前期陷入一个巨大劣势的情况下 成功稳住了心态 把后期稳扎稳打 成功翻盘 这场BO3 一个让一追二 苏宁拿到 他们这赛季第八分 现在跟标去同计一个八更四 对 这一分拿下了之后 苏宁这边现在心里也是比较有底了 后面还有三场比赛 就基游赛的形式还是比较乐观 对 也希望 OK